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祭第72回 刚刚站在第五杆番旗下的高冲剑刺情形脸色一沉 雷震和迦兰二人剑刺则是神色微动 而钱惠娘看着台上有几分印象的面孔就真的有些吃惊了 怎么是这个小子 归师弟啊我没记错的话 这位白师侄虽然说击败过九峭山的一位天才弟子 但应该只是三灵脉之身吧 现在是什么修为了呀 玉台上的盲鬼宗掌门看到此景也是微微一愣 回头冲儒生问了一句 我也不太清楚 我和诸师弟几人呢前段时间呢 一直在为那块深海航光铁忙碌 并没有多注意其他弟子的修为 但上次小笔的时候他似乎还是中期领主 归如全自然更加吃惊 他虽然说觉得柳明会参加大笔 但是也绝对没有想到真会直接挑战前十的核心弟子 此次在看过前面那么多人的比试之后还敢上台 不是太自大了就是应该另有什么依仗 我们过去看一看吧 林姓女子微微一笑 那名闲浮一脉的张师叔看着石台上的柳明 也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其他人呢原本对柳明还不在意 听到几个人这么一句说也有些感兴趣了 这个时候占据核心弟子第九的早不是太阴背上原先的弟子了 而是换上了一名被插红蓝两杆番旗的孙姓青年 只见此人身材矮小 相貌毫不提眼 但是先前几次争斗中 却只动用了背后一杆能放出烈火的红色番旗 外加一手几乎修炼到接近大成境界的火弹术 就轻易的击败了对手 故而倒是谁也不敢小乔分毫 此刻孙姓青年 在听完了柳明的挑战言语之后 早已冷笑了一声站了起来 走到了石台中心处 锦袍灵师则毫不犹豫的掏出了令牌 让二人分别低下了惊喜 就再次发动地面文阵放出了防护光幕 条件开始 飞出光幕外的锦袍灵师 显然他对这场比试并不怎么看好 毕竟柳明实在太年轻 一看就是新入门的 但又根本毫无名气 虽然根本不值得期待 站在石台上的孙姓青年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嘴角泛起了一丝轻蔑 甚至于连背后的番旗都没有抽出 只是口中念念有词 在两手一扬当即破空之声一响 刺客赤红的火球就先后击舍而出 接着再猛然单足一踩地面 红的一声过后 一片红光从其足下击舍而出 并化为了一堵火墙 直奔对面一进而进 柳明见此情形 神色不变 只是笑嘴一抖 内到黑索狂舞而出啪啪起声过后 此刻火球就闪电一般的一击而散 而当那仗许高的火墙一卷而至的时候 他另一只手一抖 当即手背上铜环一闪 一个模糊的虎头一闪而现 刚好喷出了一件白茫茫的音波剧 以柳明现在修为催动这个福气 威力自然和刚得到的时候是天壤之别 音波刚一出现就白色巨浪一般的狂涌而去 扑地声闷响火墙和音波刚一接触 就被硬生生的撕裂而开 从柳明两侧一掠而过 最终击在后面光幕上一闪而灭 怪不得敢上来挑战我 果然有些本事 那座师兄的就认真一下吧 原本还漫不经心的孙姓青年 一间对手这一般的干净 利索的破掉了他的攻击 脸色终于微微一变 师兄还是将另外一件配套的福气 也用出来吧 否则就不一定有机会能用到了 哼 你口气倒是不小啊 还是等先试试这杆烈焰棋的真正厉害之后 再说大话 孙姓青年说完之后 接着两手抓住了棋杆 飞快的晃动了起来 刹那之间 赤红的翻棋上 一缕缕火焰浮显而出 并且是越来越多 片刻的功夫 这些火焰就交织而起 隐约之间画不立团 直径竖齿的赤红火 在后面光幕上一闪而灭 怪不得敢上来挑战我 个人有些本事 那做师兄的就认真一下吧 原本还漫不经心的孙姓青年 一间对手这一般的干净利索的破掉了他的攻击 脸色终于微微一变 师兄还是将另外一件配套的福气也用出来吧 否则就不一定有机会能用到了 哼 你口气倒是不小啊 还是等先试试这杆烈焰棋的真正厉害之后 再说大话 孙姓青年说完之后 借着两手抓住了棋杆 飞快的晃动了起来 刹那之间 赤红的翻棋上 一缕缕火焰浮显而出 并且是越来越多 片刻的功夫 这些火焰就交织而起 隐约之间画不立团 直径竖齿的赤红火云 柳鸣目睹此景 则伤目微微一眯 某人之间两手一掐绝 同样的口中念动法觉起来 身前顿时又点点清光浮现而出 去 孙姓青年一见此景微微一愣 可马上一声大吼 双臂狠狠一挥 翻棋上的赤红火云 当其一声呼啸飞出 直奔对面滚鬼压了过去 而与此同时 柳鸣却两手一合再猛然一分 当即一道杖许长的巨型的锋刃 凭空浮现 手腕一躲过后 巨型的锋刃当即就化为了一道 清线时机智而出 看似惊人的火云 在清线一闪过后 就从中间被硬生生的一展而开 孙姓青年更是在听到 耳中爆鸣之声一响过后 巨型锋刃就一个模糊的 但是到了其近前处 速度之快根本不是他能想象的 仿佛下一刻就能把他同样一展两半 不 青年魂飞魄散 只来得及拼命的将手中的番茄 猛然在身前一横一声退响 赤红的番茄仿佛枯草一般被巨大的锋刃一展两段 眼瞅着再一闪动就真的要将青年一窃而开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名副的主持大笔的锦袍灵师却早已大惊 将锈中一枚早已准备好的蓝色浮露 一捏而碎 砰的一声闷响 一面淡蓝色的光盾 凭空在青年身前要害处浮起而出 和巨型锋刃狠狠一撞 当即四散粉碎而开 一小部分锋刃碎片击舌之下 仍然暴雨般的摄入到了青年半边胸膛上 这一声喊叫 当即一手捂住了半边身躯 就直接倒了下去 鲜血从手指间瞬间狂涌而出 这个时候 柳明却面无表情的两手再加绝 一枚枚锋刃又瞬间凝聚而出 眼看着就要再从对面一发而出 主少 立地赢了 无许该动手了 空中一声低喝 柳明只觉得两耳嗡的一声哄响 原本凝聚的锋刃 竟然瞬间溃散而灭 他一惊之下 自然就停止了施法 与此同时呢 光幕内波动一线 锦刨凌湿一下子就出现在了擂台之上 转头重新打亮了柳明两眼 你小小年纪 竟然连锋刃树的树印都凝结出来了 真是不错 不过嘛 出手太狠辣了 若不是我出手及时 恐怕这小子真的要被你一斩两劫了 没有办法 此树一旦施展 这次也没有办法控制的 柳明很是镇定 哼 不用怕 我可没有说你做的不对啊 真到生死试炼的时候 这种做法才是最准确的选择 生死相搏之时 原本就是生死一线 哪能存留守之心呢 柳明为言一正 随之一笑 金袍大汗一个晃动 出现在了孙姓青年旁边 打亮起鲜血狂流不止的身躯 眉头微微一皱 袖子一抖 一道青色的浮露飞出 化为点点清光 没入到了青年身躯中 孙姓青年的身躯 抽出了几下过后 胸前筛子一般的血洞 在淡淡清光中 飞快的收敛 愈合 竟轻客之间停止了流血 多谢师叔相救 下去吧 你流血过多 数日之内都不可再与人斗法 是 柳明来到了地球杆翻旗下 神色平静的盘膝座下 高空玉台之上 看到了刚才一幕的一杆铃尸 却骚动了起来 锋刃树大圆板 凝结出了树叶 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灵图中三十岁以下的弟子中 能做到此事的好像只有杨田和田惠娘这丫头吧 没想到还有第三名弟子也能做到此事 这位白石只真的是三灵脉之铁 不可能的吧 从刚才出事的细细来看 明明已经是灵图后期的修为了嘛 龟师弟啊 还真是丝毫靠风不露 竟然还隐藏了九阴一脉 还有这么一名天才弟子的消息啊 龟如全本人 站在一旁可真的是呆了呀 龟师弟 杨田能够凝结火弹树印 是因为特意花了两年的时间来修炼 而前丫头的水剑树印 却是西年参加生死试炼的时候 曾经斩杀了一名水族异兽后 无意成功集取到的 但就是这样 也差点让这个丫头发狂而死 后来要不是严师叔亲自出手 帮其镇压炼化此树印 恐怕这个丫头也没有办法活到今天的 而白石旨只是一个三灵脉弟子 又如何能做到此事 要说是通过苦修得累 这可太不可思议了吧 那位黄师兄终于有些疑惑的开口问道 小弟还真不太清楚 你们也知道 我和周师弟中师妹 也因为此次资质问题 并未将其收入侵传弟子 估计他多半是另有什么机缘吧 想知道原因还不简单 不如我们将白石旨叫上来略微询问一下 不就很清楚了吗 阴煞一脉的楚奇略意沉吟过后 忽然一笑说道 这不太好吧 按照祖师爷留下的借条 本宗门下弟子 无论得到任何机缘 那都是个人的事情 我等做长辈的 是不能寻根问底的呀 哎 归师弟多心了 这可不是什么寻根问底 要是白石旨只是修为大进 或者说得到什么灵气 福气等东西 我等自然不会过问 但这树印的凝结 可实在是太奇怪了一些 不问清楚的话 万一其中另有什么古怪 恐怕对整个宗门也不太好吧 再说先前掌门师兄 不是也将高崇宁节 刚起之事 结实得一清二楚了吗 归如全听到这儿 脸色有些难看了 其他灵师听了这些话 则一阵轻轻的窃窃私语 其中固然有赞同之人 但也有不以为然之人 满鬼宗掌门 见此情形眉头微皱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终于开口了 白师之修为 已经到了灵图后期 虽然不可能这几年 全将时间花在修炼法术上 如此的话 一些简单的行问 还是必要的 当然了 归师弟呢 你也不用紧张 这也不是什么质问 只是我们做长辈的 一些简单问话而已 即使白师之不愿意回答 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的 龟如全见此情形 只得捏着鼻子答应了 当然他的心中 何尝不是对柳明能修成树叶 同样有一丝好奇之心呢 于是当第一类台上 又出现了下一名挑战者的时候 柳明耳中却传来了 龟如全的传音之声 他心念飞快几转 就不动声色的从实台上站起 并一掐掘腾空而起 直奔御台之上一飞而去 其他弟子见此情形 虽然是大为惊讶 倒是锦袍灵师 似乎早就得到了另外的嘱咐 对此根本示弱无睹 这次白从天 参见龟师 掌门和诸位师叔师伯 从天哪 你起身吧 你这次做得不错 竟然能进入大笔前十之列 若是能够持续保持的话 我和你周师叔他们 一定会事后重赏 呃 现在嘛 是掌门师伯和其他师叔们 有些事想要问 你尽量回答 若是实在不方便回答的 也无许勉强 是 弟子一定知恶不言 白师指 嗯 果然一表人才 不用紧张啊 我们将你叫来 只是有两千事情 想要问上一问 满鬼宗掌门 一脸微笑 不知掌门和诸位师叔 想询问何事 白师指啊 你现在是灵徒后期 这个不假吧 是 弟子的确在前不久 刚刚进阶到后期境界 嗯 这以你三灵脉之身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修炼到这个境界 的确是非常不容易了 这么说来 你平常修炼的法力 应该是很刻苦的 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吧 是 弟子这几年 大半的时间 都用来修炼 主修功法的 那你平常修炼 锋刃术 大概花费了多少时间呢 弟子 没有用太多的时间 只是每天花费两个时辰 来修炼法术而已 从实质刚才的笔事看 应该将锋刃术修炼到了大城 凌结出了树印了吧 对 弟子的确凌结出了锋刃术的树印 既然修炼法术所需时间不多 那你是如何做到此事的呢 弟子不太明白掌门师伯的意思 还请您智 呃 白师指啊 不要告诉我 你只是每天花费两个时辰修炼锋刃术 就这么自然而然的 凌结出了树印了吧 那弟子的确 就是这样凌结出树印的 每天只花两个时辰 几年之内就能修炼出一门树印来 若真是这样的话 似乎还真有一种可能 雷星大汉摸了摸下巴 目中突然泛出了一丝奇光 啊 什么可能啊 其他人也惊讶的忘了过去 诸位莫非忘记了传闻当中的那几种 无法查证的灵体了 似乎有一种啊 正好能够做到此事 你说的莫非是那十分神秘的天会灵体 不错 这天会灵体啊 据说拥有不可思议的聪慧之力 无论此灵体主人参悟功法或者修炼法术 那都远比常人快成数倍甚至十几倍啊 不过可惜啊 此灵体呢 以为增幅的全是灵慧之力 故而根本没有办法用任何方法检查出来 但是此灵体又是货真价实存在的 以前的天月宗还是风火门都曾经出现过 有类似灵体飞怪胎 虽然说法力平平 但是在修炼法术之道上可远非常人可比啊 并且根据修炼快慢可分为十会百会甚至千会之分 雷师兄这么一说 我也想起啊 的确有这么一个罕见的灵体了 莫非白世纪就是这种神秘灵体不成吗 可弟子除了修炼法术上有些成就 在参悟功法上并不见多快啊 嘿嘿嘿 天会之体啊 原本就是神秘之计的灵体 和传闻因为有些差异 那也是正常的 或者你的不是天会灵体 而是其类似的某种未知灵体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啊 黄师兄所说提示 看来这个孩子 真可能是天会灵体 或者说某种类似的其他灵体 这样的话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很好 白世纪你可以下去了 继续参加后面的大笔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记第七十三回